综艺大哥徐乃琳在演艺圈耕耘多年 深受不少观众喜爱 他的大儿子徐新杨 今年也跟着爸爸的脚步进入演艺圈发展 2015年徐乃琳被诬险卖屋炸裁 一审判决已禁欲出炉 当事人需赔偿徐乃琳30万元 让徐乃琳气愤表示判决太轻了 自己一定会再上诉 对此儿子徐新杨发文力挺爸爸 感叹爸爸这些年来不断奔波 为了应对官司焦头烂额 真的很让人心疼 然而他在贴文中 附上了于爸爸的黑白合照 让不少网友乍看之下 都误以为徐乃琳遭遇不幸 隔天他也收到了 徐乃琳的语音讯息表示 不知道的人都以为我走了 让徐新杨感到很尴尬 你那个IG发文 还是用黑白的 然后我就看到几个中文 随后他重新上传了一张 父子俩的彩色合照 笑称这张比较喜庆 两人之间逗趣的互动 引发网友们爆笑直呼 其实第一眼也以为乃琳走了 爸爸的回复真的说出了 大部分人的心声啊